漫威一直被比喻细如金针菇 可是有人发现了以下这几个细节了吗 细节一 纽约大战中 浩克明显不想让锤哥夺走自己的强者光环 于是就给了锤哥一拳 咱们可以看到残影都被打出来了 导演为了给锤哥报仇 在《蜘蛛侠英雄归来》里 专门安排了小蜘蛛 借着雷神的手环了绿巨人一拳的戏份 漫威很棒 有打有环 再打不难 细节二 随着隔壁DC宇宙的海王亚瑟大获成功 漫威宇宙也如火如荼的推出了自家的海王纳摩 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个角色就是DC的原创 漫威只是进行了抄袭借鉴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漫威海王初次登场于1939年4月 而DC海王初次登场于1941年11月 所以亚瑟见到纳摩是要尊称一声哥哥的 另外观众似乎对于预告中的纳摩并不存在好感 对比起亚瑟的一套黄金盛装来看 纳摩的装饰让人失望 感觉更像是个土著小丑 细节三 当妇联成员一一介绍各自接触过的宝石时 别人都是严谨一概调理清晰 只有锤哥显得格格不入 有的没得一顿乱讲 看来酒精的确会祸害脑神经 其他妇联成员一脸无奈 但只有刚刚加入妇联的蚁人听得津津有味 他第一次听童话书中的神奖相声 能不感兴趣吗 还有就是他有个朋友比锤哥还能扯 所以 所以蚁人已经习惯了 细节四 雷神四电影中 格尔与雷神都见到了宇宙四大抽象神之一的永恒 按理来讲 锤哥也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重新许愿来复活检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这或许是因为 锤哥曾回到过去寻找宝石的途中 还想要拯救母亲 母亲的一番话 让他明白有些事情必然是要发生的 不如向前走 才会得到更好的结果